咱们今天连拜我想问一下你们 在原神中 最让你记忆犹新的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萌新的时候 然后有人进我的世界来带我 他给我骗到那个很远的那个岛啊 然后他也没有带我 他让我自己用凯亚渡过去 我在那个地方待了好久 我都不敢走开 他们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任务 但是我那个时候根本不敢走 我是一步一步过去的呀 他给我骗到那边 然后偷偷踩我的东西 然后你在那里怎么样了 我在那里找了很久的宝箱 然后又在那里打那个狂风之河 石雨峰的任务是吧 对 然后那个人就是他拿着临滑就直接过去了 他就跟我说在那里 然后我就拿凯亚一步一步的渡冰过去 渡了好久 最后呢 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最后就是我刮了好久 石雨峰那里不可以传送 可以传送走 但是不能传送到石雨峰 就是我已经费了很多的时间走到那边了 对啊 不过现在想想 然后就是我的材料 是不是也挺好的 还好吧 但是真的很生气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作为陪礼的话 他当时是加了我 然后带我找宝箱 现在还联系吗 没有啊 虽然我之前是个小猛星 现在是个八级猛星 不联系了是吧 是的 对啊 你看你们俩的故事 就像这个石雨峰的任务一样 时间雨峰啊 过眼云烟的 其实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嘛 游戏跟人生其实是一样的 挺好的 每个游戏都有每个人的故事 我也遇到过这种过客类的 当游戏里面挺美好的回忆 是吧 祝你天天开心 宰宰 谢谢你分享你的这个 最让你记忆忧心的一件事 WOJS 请分享一下 最让你记忆忧心的一件事 是什么事 凌晨嘛 然后呢 我去连机刷小的生遗物 第一次想幸运 我刷到了个双爆的沙 第一个四十三分的生遗物嘛 然后呢 当时也把我一起打的那些人 都嫁了好友 就感觉身边有他们很幸运是吧 心情也很好 就都嫁好友了 后来还都有联系吗 有一个有 就是因为其实我伤害当时 其实也不好 说什么 你的伤害很弱 然后就 没有嫌弃你是吧 没有 也没有嫌弃我 然后很感动 行 感谢你的分享 祝你天天开心小伙伴 换静云 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太悲伤了 不说了 说说吧 一起聊聊天嘛 都是陌生人 也都不认识 就是 孤一的时候 换座位 认识了一个同桌 是个女的 带我入坑的原神 就是每天带我找宝像 后来的话 就初二 他那个对象 他不带着我 我就现在不理你了 那为什么 你不追求一下呢 不敢 个女生给我表白了 跟你表白了 你还不敢 就是 初二的一个女的 给我表白了 不是她是吗 对 好好学习 初中嘛 以学业为主 这些都是 谈恋爱 谈着玩 你们现在处于懵懂 你得好好学习啊 那小伙伴 不要那么早恋 好吧